那看看佛经也知道 但是偏偏你就不能用你自己的想法 用你自己的想法的时候苦得要命 因为我们是凡夫 有这个我执 佛教说执着有一个我的存在 而且心动念贪嗔痴傲慢嫉妒 这个叫烦恼 这个烦恼你就用你的身口意去造业 去行为造作 那你就会有业报轮回的痛苦 所以我们归佛 按照佛陀的 归法 然后按照佛陀所说的方法 来引导我们的身口意 归身 也可以亲近这些 按照佛法在修行的好朋友 善知识 给我们引导 癌症怎么办 生气怎么办 有钱怎么过日子 没钱怎么过日子 有钱过日子快乐 还是没钱过日子快乐 你不能说没钱 你要说超越他 有而不执着 所以就是要这样 有感情快乐还没感情快乐 没感情就不要做人了 用一个没执着的感情就快乐 用一个慈悲的感情就快乐 慈悲包含原谅 不计较 不计较 这个就是佛法要教育 人人都有感情 但是这个感情你怎么用 就像有一次我机场路观那边等 那个人看我老半天 还是外国人呢 他问我 你是什么 我说出家 你们 意思是他讲英文说 如果你们过一个没感情的生活 这怎么过 他问我这个 怎么过 我说不会啊 不是我没感情 但是我跟你在一起 我都很爱你 这几分钟 我一直跟你 我一直跟你念 我再跟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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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天人 我爱地狱啊 这个爱也不是你们讲的做爱的爱 这种爱是一种希望对方快乐啊 希望对方健康啊 心灵快乐啊 解脱轮回啊 所以不能说什么样的 自私的感情让你痛苦 无私的感情慈悲 让你快乐 我就这样解释 这是我的机会 为什么他难得问我 虽然我英文没那么好 但是我也会尽力跟他很诚恳的解释 那我就多认识了 多度了一个人 虽然他问我很多 但是我都觉得这是一个 到英国问我 你去哪里 少林寺 他就比这样 我说不是 是这边比了 内心里面跟自己打仗 消除自己的欲望 恨 用慈悲去对待别人 这个才叫少林 要这样给他解释 那他将来就对所有 要去少林寺的印象都很好 这样 他对出家人印象也会很好 所以 当然就是要 有一点耐心 跟他们交流 帮助 所以我想 今天有这么多位上师在这边 我想各位有机会 他们都是 像我们仁波切 他们都是大修行者 仁波切是 以前摄拉切的 等于校长 再来投胎的 拉玛中的拉玛 校长 所以后一后来投胎 就成为一个上师 从小就受圆满的教育 这边还有中小学的副校长 那么还有我们 客主老师 中文老师 所以 我认为 一个人要快乐 首先要找到自己的缺点 缺点 就像各位 到底你的个性 哪里出问题 因为佛法讲 所有的命运好跟不好 不决定在你的宗教 决定在你的心态 个性 行为 行为叫业了 业的意思 但是你上辈子所做的 你这辈子忘了 你上辈子做个军人 杀了很多人 那这辈子身体很不好 天天有鬼来找你 都是那些你杀掉了 你会觉得 我又没做错事 但是你要相信因果 上辈子造的业 让你很痛苦 就像一个年轻人说 师父 我又没有对不起 别人感情 为什么我这辈子感情 这么苦 这么苦 我说 人有上辈子 看你长得这个样子 一定很乱来的 上辈子 这个叫情在在主 那你可要好好忏悔 不然的话 你这辈子想要谈恋爱 他就障害你 专门给你找到 伤害你的人 这个情在 在就是把你 你有杀业在做 这个医生可以救你 这个医生会害你 他就要让你去找 害你的医生 让你觉得奇怪 怎么这么痛 所以我每次去看老人家 在医院很痛苦 第一个决定 赶快换医院 换医生 换了以后 跟我妈妈一样就好了 换了一个就好了 虽然这个医生很出名 但是你跟他没解好缘 没有用 那解好缘呢 你看到他就平静了 他给你的药就有力量了 因为就像我的牙齿 我的牙齿没有在台湾看了 也不在香港看了 我都跑到荷兰去看牙齿 荷兰 所以我每年都要去荷兰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根牙齿经常痛 我到美国去也说要拔掉 没有用了 我在台湾说拔掉 没有用了 我又到其他国家 又拔掉又没有用了 我想 我不想拔 因为我没时间 我每次两三天 后来到了荷兰 我就问我一位朋友说 你们荷兰医生 哎呀 师傅你问对了 我的医生特别好 我全家都在那边看 那我说那你就帮我安排吧 他就很热心地帮我安排 师傅你不要带钱来 我帮你瘀牙齿 我牙齿就好 我说你聪明 各位很重要 为什么要护士赦他钱 护士他们吃饭读书 以后你太聪明了 我们这个阿难尊者 阿难尊者过去就是 帮一个小沙咪背经典 叫小沙咪你好好背 我把饭菜送给你 山上你不用下来 这边背了老半天 万一回去背骂 所以后来他到佛陀这次出家以后 他变成一个记忆第一的阿难尊者 因为他帮助他们背经典 让他们小朋友不用爬来跑去 要脱脱要背经典 没时间 山上走到山下来回就两三个钟头 他护士他们 所以我去找那个医生的时候 我一次就上瘾了 我跟他说不要拔 我说没问题 咕咕咕咕咕弄了两个钟头 好了 我又用了三年 去年又去 他又强迫我去 帮你再弄一次再三年 那我又咕咕咕咕又弄一次 我又觉得哇又好了 那我就想 哇我以后带团来看牙齿 他看到我 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他就问了我的朋友说 这个是不是跟我们那个神父一样的意思 我说对对对 他就不收费 后来我们就不行不行 因为就给他 他就给收一半的价钱 只要我要去 他说事先打电话 他整天都不看病了 就看我一个 他对我很款待 这个叫结善缘 所以每个人都会碰到 像各位你们的结婚叫姻缘 对不对 不然你怎么会跟他结婚 生这个小孩叫姻缘 那这个缘有善缘有恶缘 所以了解这个样子 那你就要保持善的心态 就会干燥善缘 你这个时候念头不太好 感召来叫恶缘 所以念下来 念头主宰命运 所以如何让你的念头 一直在一个好的念头 不要生气 不要排斥 事情就会圆满 当然要把负面的念头消除掉 这个叫修行 修行 你要去对峙它 那把正面的念头要培养起来 也叫修行 叫什么来 掌养慈悲 圣解空性 我们不断地去忍住慈悲 还要了解它是 它是一个虚幻的 没有一个本体的 不要执着的 现在一般人对感情 这一份感情 我是在哪里 这一份在哪里 但是你执着有一个有 你就觉得很在乎它 一在乎你就心痛 痛到痛 这一点只能自己去思维 我到底在痛什么 那不过一个感觉 那为什么这么痛 为什么这么快乐 快乐也是假的 暂时的 痛苦也是假的 然后就是这样 那真正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 平静 平静 而且有一种感情是永远快乐 慈悲 无所求的 那你就决定一辈子快乐 就是很简单 看你要决定一辈子痛苦 还是决定一辈子快乐 你的儿子很叛逆 你的儿子很叛逆 不听你的话 你的媳妇对你不太好 你耿耿于怀 那你这辈子惨了 你讲说 他念水源吧 这是我的夜报 然后我不要太在乎他 我多转念头 念大悲咒 超心经 去帮助别人 不要一直想他对我不好 然后如果他对我不好 我相信这是我过去对他不好 所以我去做善事 就功德回现给他 还他债 还他债就好了 你有这个观念 然后用这个观念来生活 就快乐了 所以在佛法里面 有几个修行 最主要有三个 念下来 真上心 真上心的意思是说 就是你要相信因缘果报 善有善报 希望健康长寿越来越好 希望来世也快乐 这个叫真上 那如果你要真上 你要负责两个事情 第一个不要伤害众生 第二个多帮助众生 第一个就是慈戒 念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忘于 不喝酒 就是不要去伤害到别人 或国家社会 再来 藏布施 布施就是帮助别人 不管是好事 顾尾院 养老院 他们在办什么好事 我们都去帮忙 多布施 那是刚刚讲的 举手之劳 沙沙咪给鸟吃 给流浪狗吃 给鱼吃 或是我们点个香 插在门口 给好兄弟 撒几个水 给他 很好 这样 守戒律 藏布施 你就有真上 觉得越来越好 第二个呢 念一下 出离心 那就是要 解脱生死 虽然很有福报 很有钱 暂时很健康 但是毕竟最后 还是老了 病了 死了 轮回了 还是痛苦 感情再好 还是会分开的一天 健康 有生病的一天 有生命 必定有死亡的一天 这没办法的事情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 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 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 多护持 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我们什么时候要洗手 大家知道吗 吃东西前一定要 上完厕所 你如果醒鼻涕咳嗽 你的手可能会乳干净 那我们要怎么洗呢 吃脱汤好汤 吃的话 就是水龙头打开 把双手弄湿 再搓 拿肥皂以后要搓 搓完以后 就是要冲水 把肥皂冲干净 再用手捧水 把水龙头 把它冲干净 最后要擦干你的双手 或是烘干你的双手 在一座大山脚下 有一个小山村 阿石的家院子里养着一群羊 突然那群羊显得有些惊慌 一边大声叫着 一边焦躁地在羊圈里跑来跑去 哎哟 怎么回事 你们这些家伙怎么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阿石 羊群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啊 刚才还好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怎么突然变得这样焦躁 就像是遇到了野兽似的 阿石 你听那是什么声音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挠我们家的大门 不会是邻居家的那只大狗吧 那只大狗总是喜欢吓唬我们家的羊 没想到它胆子那么大 竟敢跑到我们家来 吓唬羊群 看来我必须要好好教训教训它才行的 当它打开大门后 顿时被吓到了 在门口有一只豹正趴在那里 双眼死死地盯着它 豹 豹子 赶快关上门 赶快关上门 妻子回过神来 急忙将门关上